Hello大家好,我是奶爸 咱们说一说假消作片的作用以及用途 假消作和人工牛黄假消作的区别是什么 假消作片是一种抗生素和抗原虫药 主要用于治疗、预防、艳养菌引起的系统或局部感染 如腹腔、消化道、女性生殖系、下呼吸道、皮肤急转组织、骨骼和关节等部位的艳养菌感染 假消作片可以用于治疗一些原虫感染 比如阿米巴病、低虫病、假地虫病等等 假消作片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干扰、艳养菌和原虫的DNA合成 从而抑制其生长和繁殖 假消作片可以通过口服、栓剂、外用或者静脉注射等方式给药 具体剂量和用法要根据医生的指示以及患者的情况而定 假消作片常用的副作用包括 恶心、呕吐、口腔金属味、食欲减退、头痛等等 少数患者还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癫痫发作 或者神经系统损害等严重不良反应 因此使用假消作片要注意以下事项 服用假消作片期间不要饮酒 否则可能引起恶心、呕吐、头晕等反应 服用假消作片期间不要同时使用其他抗凝血药物 比如滑法磷等否则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 服用假消作片期间如果出现皮疹、发热、肝功能异常等症状 应该立即停药并就医 还有孕妇在怀孕早期不宜使用假消作片 哺乳期妇女也不建议使用 假消作和人工牛黄假消作的区别是什么? 假消作和人工牛黄假消作都是抗生素和抗原虫药 主要用于治疗艳养菌和原虫感染 尤其是口腔感染 它们主要区别在于人工牛黄假消作是副方质剂 每片含有假消作200毫克和人工牛黄5毫克 而假消作片只含有假消作200毫克 人工牛黄假消作主要用于口腔感染 比如致齿罐周炎、局部牙槽浓肿、牙髓眼、根肩周炎等等 而假消作除了可以用于口腔感染外 还可以用于其他未知的艳养菌感染 比如泌尿生殖道、消化道、皮肤软组织等等 人工牛黄假消作的价格一般高于假消作 人工牛黄假消作增加了牛黄中毒的风险 服用过量可能会导致胃肠的反应、血压下降、心率失常等严重的不良反应 最后总结一下 人工牛黄假消作价格贵、负作用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 我是奶爸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